另外介绍徐振卫也协同了社会处长陈家富 29号来到了花莲碧市大教养院慰问 传递了爱心与祝福也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虎年生风 碧市大教养的小千石们见到徐振卫 实是兴奋不已 其他许中也倾斜和院童们集长 并且由顾美龄教士带领着院童们献上一所好心情 祝福县长徐振卫一年收获主的恩典 其他许中也主动拥抱教士感恩着他这一年的辛劳 七分群种架 欢迎社会处统计八间儿少安置机构 对未能够亲自慰问其他儿少安置机构 身心障碍福利机构以及老人福利机构 现在许中也表达幸福的关怀文文字意 让机构感受到满满的祝福 欢迎社会处统计八间儿少安置机构收治108人 四间身心障碍福利机构收治293人 四间老人福利机构收治314人 因农历新年期间工作人员必须牺牲年假 照顾留在机构过年的机构服务对象 无法返回团家人员吃饭 借由机构人员长年的照顾 维护机构服务对象照顾品质 减轻家庭照顾者照顾的压力 尤其对本县社会福利推动的重要磐石 记得喜欢黄色报道